在我国海南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等地的海岸线上,绵延着一片片红树林 在陆地向海洋过渡的地带,红树林盘根错节,稳如泰山 既能够消浪故土,为城市挡住海风,保护农田 又能够净化海水和空气,生物固态,缓解气候变暖 因此,红树林被称为海岸卫史 多种鸟类和海洋生物,包括一些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宾威动物都生活在红树林里 比如黑脸皮鹿、黄嘴白鹿、中国后、红蓝里、水椰等等 红树是很聪明的物种 他跟我们这个人一样,就像我们这个部队的列宾站队矮的站在前面,高的站在后面 特别是我们南方,海洞特别多,每年到大概从这个月份开始,那个台风来的时候 有这些红树林在的地方,他就像这个当地村庄的守护神一样,保护了这个村庄的村民 了解了这些,当我们远看红树林,它更伟岸,更有内涵了 而近看红树,它的叶子和小花都很可爱 红树的种子从果实中萌芽,坠入泥土便长成一棵小树 就好像哺乳动物怀胎生子 因此,红树也被当地人称为会生小孩的树 儿子和小营地人称为会生小孩的树 第一个月以及一堆树 平均生树